我们就稍微讲点营养 下就没下完 砍了中号他就不走了 合了合了 我也不好进取了 这个棋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需要讲的 就这些什么补像 什么这都不是当务之急 我们这个佐马盘河 你不能只得行似 不得神似 就是说 这个什么时候选择足齐进一 充足采居 来这个袭扰红方 不让这个红方拉 你这个狙炮拉不踏实呢 就是佐马盘河 这个盘河马呀 受到威胁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中路补齐 人家红方不是要白吃你 虽然人一样多 你只有冲啊 冲当然变化复杂了 冲我就居二平四呗 这个我们系统教程 马上给大家补充完毕 那么这个居二平四就勾呗 这个双方的厮杀还很激烈 这个期你补齐 这个就是属于生斑硬套啊 那么大家平时看旗谱 也是知道有飞向的 有飞左向的 有走什么 有充足的 不了解什么时候冲 只能这个时候冲啊 那么 真的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绝对不能够 绝对不能生斑硬套 那句话怎么说的 这个良匠用兵如良医问药 或者说良医疗病 是吧 病万变 要义万变吧 我们得根据不同的这个形式 我们找到他的规律 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 他这个飞向肯定不行啊 要飞向就得先飞向 连横距也不走 你就先飞向 那这你可能就不行啊 这这这个马一队 马一队你这狙炮就孤家寡人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事才难办呢 其友们说 你说我现在先踩了你 等你踩完了以后 我来个狙一平八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对吧 这事可以不可以 如果形成了这样 那你当然可以 下一回合你这个棍子狙 形成了霸王剧以后 平炮一队 好像能缓解不少 但是啊 这个疏欲净 而疯不止 我人家不惯你毛病啊 你要是先踩上来的话 我先劈头盖脸 先砸一僵 等你不是啊 自己隔断了以后 我再提上来 下一回合 我还准备炮八瓶二啊 一个雕屎棍 雕你的无根巨炮呢 这你就玩完了 所以说呢 那么还有其友说 我这个干脆 你就不会跟我换马吗 我再坚忍坚忍 我撞你一头怎么样 人体炸弹 那人劈头盖脸 打一僵以后 随便走啊 随便一个闪击 马就对掉 先不用说怎么杀你 人家随便一个闪击 马跟你一对掉 那你就玩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象呢 是不能飞的 实际上他走了这个 走了这个 我们就走得快一点啊 爆八平七 大家注意啊 盘和马 你但凡要选择盘和马 盘和马一受到威胁 赶紧充足 对 今天这个群演还不错 那足五进一 我局九平八一亮 他炮二进二 这个时候 我选择抹 我感觉也可以 准备过冰 他不管怎么应付 我再回来拉住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进局一走 他一走这个 我这一砍中炮 就结束了 我们后面就不用说了 这盘旗就给大家 说到这儿啊 我们